这边是上了三条鱼,一条山牙,一条佳吉,一条黄花鱼 哈喽大家好,我是拿大标哥 早上的四点钟啊,最近大家一直想看我去近海捕大黄鱼啊 我是捕大,最近也是不大愿意去近海捕鱼 因为近海的鱼会实在是比较差,没什么鱼啊 外海鱼群在差的时候也是会有,还会有几条鱼 但是近海如果真的差的话是真的有可能空玩啊 赔钱的几率也是比较高 因为也是补几条大黄鱼才能准点钱而已啊 然后今天满足一下大家的愿望啊,去一趟近海捕鱼 现在也是准备出发去船上了 刚下到船上这边啊,去近海的鱼船已经是陆续出发了 我们把机器启动一下也就准备出发了 我们来点准备出发了 我们来点准备出发大约可以 我们来点准备出发来哦 我们来点准备出发去船上 踢备出发了 我会给他探索也有点赞 我们来点准备出发来 我给他点准备出发来 我已经全部放下去了 已经是早上的6点50分了 网纲放完 然后传听的是敌波的这个乌鱼寺旁边 先休息一下吃个早餐 吃完早餐差不多也就要过去拉网了 船停泊下来我们就开始喝茶 这是我们一直出海来的习惯 郡海这边的海水就是比较偏绿色 已经是早上的8点半了 潮水干到 刚吃过早餐就准备过去拉网了 郡海补鱼就是这样子的 时间也是有点赶 不像外海那样 要等到晚上才拉网 然后现在准备把机器启动 人家就过去拉网了 准备开始拉今天的第一个鱼网啊 这也是开海捕鱼来 我们第一次跑进海捕鱼啊 既然网友想看我们进海捕大黄鱼 那我们就过来进海捕鱼 看能不能捕捕大黄鱼吧 好了第一片碗空碗啊 一条鱼货都没有 第一条鱼货也就来了啊 是一条鸣鱼 黑鸣鱼 可惜小了点啊 不值钱 大的话就比较值钱了 这种鱼最值钱的是他肚子里的鱼胶啊 肉质就不怎么好吃啊 比较柴 鱼货不够那就只能石头来凑啊 石头都要比鱼货还要多啊 这就是杏海捕鱼 来了 这是一条鱿鱼 鱿鱼挺好吃的 鱿鱼的肉质成这个胶质感 而且没有硬刺 要么不来 要么就成三成对的来啊 也是一条鱿鱼 鱿鱼呢 煮粥或者煮汤都是挺不错的 就这样子第一个网拉网了 其实网很长 但是鱼货很少 第一个网拉网了啊 第一个网没啥说话 就上了一条小鱿 还有两条鱿鱼而已啊 三条鱼 这么多网上了三条鱼啊 不过近海捕鱼就是这样子啊 真的是见怪不怪 然后现在就过去拉下一个网啊 希望下一个网能上大黄鱼啊 近海捕鱼的第二个网啊 这个网是有两千米的鱼网 马上也就有鱼货过来了啊 小箱头一条 近海的鱼真的是跟外海没法比啊 箱头都这么小 连八爪鱼都是小个子的啊 我们在外海的八爪鱼各要预进多呢 在近海捕鱼的鱼床也不在少数啊 你看这边也是有好几艘在这边放网了 小家鱼就回归大海吧 白花鱼啊也叫华鱼是近海常见的鱼种啊 白花鱼比较多啊 黄花鱼倒没见过 小爪口来了一条啊 扁扁的这种肉质其实是挺鲜甜的 随便煮个酱油水都是比较鲜甜好吃的 属于经济食用型鱼种 十九公月来这一条啊 不过鱼货还是比较少的 跟外海没法比 这种是涂这个红指甲的绒毛蟹 白花鱼已经来了好几条的 你的老表近亲黄花鱼在哪里呢 这边是上了三条鱼啊 一条山崖一条家鸡跟一条黄花鱼 上面这条小条的其实是黄花鱼啊 也是小黄鱼 大家看一下 然后这条大条的是山崖甲大黄鱼 要是这条山崖是黄花鱼那就值钱咯 又来一条黄花鱼啊 为啥都是这么小的呢 大条的在哪里啊 像果冻一样的水母来了一大块 进海也是有加急鱼的啊 但是树林没有外海那么多 也是比较小条 就是白花鱼多一些而已啊 好了这两千米的网又拉网了啊 那鱼获产当啊 第二个网也是拉网了 第二个网也是近乎空网啊 上来两条这个小黄鱼 但是太小条了 上来一条假黄鱼倒是挺大条的 要喝两三斤 可惜它是假的啊 白花鱼倒是上了不少条啊 还有一些小加级之类的 放生的小加级倒是挺多的 然后现在准备过去拉最后一个网了 拉完最后一个网要准备回去了 最后的这个网也是要两千米的鱼网啊 就希望能来一些大黄鱼吧 第一条鱼货加急鱼一条 也都是那个两三片网才来一条鱼货啊 上完一条鱼货之后 就会连续的没鱼货 哎 有螃蟹倒是来了一只啊 现在的螃蟹也是挺值钱的啊 不过这只螃蟹看起来也不算大吧 解螃蟹还是比较麻烦的 因为它把网藏得很乱 而且它的钳子一直夹住网啊 所以只能慢慢的解 看今天这种情况也就白花鱼多一点点而已啊 这一个是傻瓜蟹 傻瓜蟹倒是成酸成对的来 还挺大只的 也就蟹前的肉会比较多一些而已啊 蟹生是没有什么肉的这种傻瓜蟹 石头蟹啊 今天捕到的螃蟹品种也是挺多的 这一条是春枝鱼啊 不是白花鱼也不是大黄鱼 是春枝鱼 也是一种假的大黄鱼啊 跟大黄鱼长得有点像 近海捕鱼也是真的太难了 没有大黄鱼注定是要亏本了 人工暂且不说啊 有钱估计是要亏的 这一条是巴郎鱼啊 也是比较经济的鱼种 近海这边是比较多的 这条家鸡被螃蟹咬得只剩下头了 还有一些骨头在往上面 现在的螃蟹啊 今天的螃蟹也是比较多啊 外海可没这么多螃蟹 今天也就一些家籍鱼还有白花鱼多一点啊 近海是没有什么剥皮之类的 好了 这两千米的鱼网也拉完了 最后一个网也是拉完了 最后一个网更没有说话 上海叫村子鱼啊 其他都是假期白花鱼的 没有值钱货啊 也没有大黄鱼 所以这一趟注定是亏欧权的 然后现在只是准备返航回去了 去鱼排那边把那条村子鱼跟桑牙卖一下吧 看能不能卖点钱 补一下油钱嘛 要不然太亏了 人工我们就不算了 也就这两条鱼能值点钱而已了 好了 现在靠岸停泊下来了 今天没什么收获 就几条鱼会能卖个200块钱的 算是油钱都补不够 然后 没有那么多也就不说那么多了 这就是你们想看的近海捕鱼啊 也就这样子吧 然后准备回去吃午餐了 休息一下 明天估计要去外海了 好了 这个视频就先分享到这里了 我是拿倒标哥喜欢我的视频了 记得给我点点关注哦 谢谢大家